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面是要的观察 先来请叫丰盛老师 好了 感谢曾伟 各位连续 这个台湾股市 礼拜二跟今天礼拜三 通通都收最低 你会害怕吗 各位 其实我告诉你 指数的一个位置 基本上大概都是 对应台积电的涨跌 你不需要害怕 因为这个盘我已经跟你讲 要拉台积电 其实其他个股就涨不动 就是拉机就不投机 那你如果要投机 一些个股要 这个所谓的一个什么 一个所谓非常的一个灵活的 一个上下的一个什么 一个突破的话 你就不能拉台积电 所以各位 昨天跟今天其实主杀的 就是台积电 你不用太过烦恼 再者各位 其实今天跌了一个多少 这个121点也没什么 蔡老师之前跟主持人曾伟 连续两天遇到 黑色星期五 对不对 8月2号 黑色星期一 联手8月5号 两天加起来跌3000点 各位对不对 所以说你不用烦恼 整个的一个指数的一个变化 包括个股的变化 蔡老师都希望你能够趋吉避凶 来 忠心的祝福 你跟你的一个家人平安健康 我说过 投资就是认知的变现 今天早上的一个特斯拉回跌 各位 茂莲有没有跌 茂莲也没跌 我一直跟你讲 其实不要说 这个所谓特斯拉跌 是很吓死人的事情 因为它五天涨了44% 它昨天 就是今天早上跌了一个6% 各位又怎样 它前一天涨了快9% 它连前一天涨9% 它都没有把它全部跌完 代表它依旧是多方掌控 各位 所以你看看我们的茂莲 3665的一个茂莲也跌不下去 也都持续在历史新高 这是11月13号 各位对不对 上礼拜公布第三季的一个什么 一个营收 获利创新高 7.07 对不对 这礼拜一就马上给你拉涨停 对不对 往上拉 对不对 11月11号 礼拜二 昨天594 今天也跌不下去 蔡老师在412块 9月5号的时候 当时茂莲跌4块 就跟你讲茂莲茂莲茂莲 除了特斯拉概念股之外 其实它也是AI概念股 它的一个题材很多重信 公司派也很积极 目前要用三个题材 所以说各位 股价持续的一个走扬 祝福它吧 9月5号 3665的一个茂莲 412块 现在要突破600块了 连接线材 各位有没有 你来看一下AI的一个维影 维影礼拜一的时候最高来到2135 对不对 昨天的维影最高来到2150 还是走波段新高 今天的一个维影 各位大盘也不好 对不对 维影哪有不好 最高还是来到2140 那维影为什么能够这么强 各位而且它又是高价股很重要 营收新高 66家营收新高 维影是其中一家 而且我昨天也告诉你什么 来看看这个第二点 维影的第二点 营收新高是第一点 除外第二点 美超围陷入财快的一个风暴 有没有 旗下马来西亚厂售类 扩建喊停 那大马最大的一个 灰达AI伺服器大马一家 这个VTL集团 它就转单给维影 你一定要了解 这些东西 当然有时候老师 这一档个股200块我买不起 那没有关系 你总有一天你也会买得起 各位很多的大户 也都是从小散户做起的 除非是老爸留钱给他 否则的话 大家都是从小散户 从小白 对不对 如果不会转成小黑的话 就往中石户 后面往大户迈进 当然如果你小白正黄的话 就是小黑 那就重新小白再来玩一次 各位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你看母公司 伪创3231的伪创 今天也不错 对不对 而且伪创回补昨天的缺口 3231 有没有看到 是不是 所以微影转强 当然伪创当然有受益 对不对 那伪创10月份营收 说实在也不错 它月减0.64 我已经教过你了 月减5%以内 基本上都算持平 年增22% 这个就是多方的一个买器 各位 前三季 我修正 在整个的一个什么 上半年赚了2.79元 去年才赚4.08 是不是 所以非常好 就等它第三季公布 看看会不会前三季就已经赚赢去年 我认为合情合理 就等最好的一个讯息出现 龙城店 来各位 昨天晚上跟你讲的3416 对不对 今天最高也来到152 各位是不是3416的一个龙城店 有没有 也是持续走波段新高 你看证据在这里 昨天晚上3416龙城店 对不对 你看到台湾股市还在跌 台积电还在跌 那这些个股根本就不用跟着联动 有什么好跟着联动 难道你买的是金融股吗 金融股是主杀 对不对 是不是 金融股就杀盘 所以你看看昨天11月12号 蔡老师3416跟你讲龙城店 跟你完整的介绍 自己去网路上看 因为我这个都上传了 百元的工业电脑 龙城店 是吧 所以你来看看今天早上 美国股市 大家讲说这个川普效应 川普交易 庆祝行情好像要结束了 我是觉得川普是一个网红总统 他不会让这个美光灯的焦点离开他身上 网红就是这样 一天到晚就会丢一些影片或者聚焦 对不对 所以他不会怎样 冷掉 各位未来可以看到 几乎就像是偶像一样 美国总统一天到晚都在掠夺全世界的一个版面 那当然台湾股市这个时候就是缴保护费的时候 各位信不信有你昨天外资也提款了 将近500亿476亿 那台币当然就一直扁 对不对 今天早上的一个台币又是三个月新低 已经扁到了32.47 是吧 所以尾盘的一个台积电收在最低 1035合情合理 那整个的一个指数位置 原先一找在盘中的时候杀到116 对不对 那稍微的反弹涨64 对不对 台积电跌幅收链 结果尾盘台积电又下杀 他收在最低 因为台积电收在最低 原先早上是1040 结果最后一盘收在1035 所以就是台积电的事情 各位是不是 那很多的一个投资朋友想说 老师会不会像这个7月底跟8月初一样 这个短时间内不到一个月 台股崩跌了4754点将近5000点 各位这个意义不一样 因为以目前来说的话 我们遇到了业内最活跃的时机点 就是第四季跟明年第一季 作帐加作梦行情 绝对要正面性好不好 所以其实台湾股市有很多的一个高点 也都在第四季跟第一季 这边联手创下 那能不能够越过24416 我认为这个一步就能够跨过了 不重要 你如果说来到24417 创新高好了 然后开始给你崩跌 这样你希望吗 没意义嘛 所以说股市震荡之后再来创新高 合情合理 目前就来看看下礼拜三 期货结算能不能够守住22231 这是11月1号创下的一个税低点 就一步一步看 各位对不对 所以你来看看台积电 台积电能不能够只跌 ADR会告诉你 ADR今天早上还跌1.17 是不是 是不是都日破前 着低 每天的低点都破昨天的一个低点 是不是 没有止跌的一个样子 而且今天早上还有利多 昨天那个台积电是董事会 今年第三季 它配息4.5 会在明年的3月18号 来让股东临走 这是正面 从原先2019年2块钱 目前已经到每一季 配到4.5 非常正面 听说明年 应该每一季会5块钱跑不掉 也事实也是如此 但是我希望大家 你要看台积电的好 不是这个时候去看它好 是在台积电大跌的时候看它好 我第二段的时候再跟你讲 所以你看这一次台积电的高点 是怎么形成的 10月17号 魏泽家保证5年 你还记不记得保证 我说做什么事情 千千万万不要用保证 保证就是呆 保人是不是就是人呆才会当保人 所以不要保证 千千万万不要保证 一千一百块 你看这样每天都不会涨 各位是不是 所以你看看台积电 我原先写的低点1040 今天收盘收1035 对不对 是不是 这是10月18号 反映的就是10月17号 法说会 我证据等一下都给你看 所以你看蔡老师怎么看台积电的 跌停板的时候 我告诉你台积电是最棒的 这样能够赚287块 而不是在这个时候说台积电 要来到千五来到千六 根本就是在跟你乱指挥 一定要崩跌 击杀大跌的时候 你要去肯定台积电的好 你才买得下手 不然我问你台积电跌停板 是怎么来的 还不是法人倒一缸子 外资也倒一 全部把台积电倒掉 才会跌停板 那时候试货的人就会去买 所以没有人会在股价高档的时候 去买这种个股 广达也一样2382的一个广达 各位 今天也突破昨天的一个什么 一个下沙点 这都是很健康的一个讯号 波段新高 广达那时候我就已经跟你讲了 各位是不是 我还专程做产业介绍 10月21号跟你讲广达 是不是 百元伺服器 有没有 所以你看广达如此 各位 包括他的营收 月减12.3年增48.6 虽然月减有一点多 但是要体谅他8月9月 连续两个月创历史新高 10月份这边震荡一下 不错 因为反正也都来到相对高点 也跌不去哪里 后面再补上一些产业力多 又能够上去了 秦城8210 你看看今天 也是强势指标 昨天虽然 开高走低 各位有没有 但是今天马上又维持一个什么 一个多方的一个架构 是不是 所以我一直跟你讲 像秦城这种个股都跌不下去 各位 秦城 原因就是第三季 整个今年9月份 赚了12块 去年一整年才赚9块 预估这个月跟下个月 11 12月份都会产能满债 各位是不是 是有没有 所以你看看 AI族群这些个股 其实10月份营收最差的就秦城 但是秦城竟然跌不下来 所以AI就是一个火车头 你如果不相信 下礼拜四我还是正面看待 回答 各位今天早上又涨了超过2% 148.29 这是回答的一个现行 几乎要创历史新高 所以利空不跌 就是他会再突破 就会再创新高的时刻 好好把握 产业选股才是股市中的王道 也就是硬道理 好不好 蔡老师带领你去布局 未来股价会创新高的个股 这就是你要做股票的一个模式 做完一只再换一只 所以还没加入蔡老师赖生活圈的 拿起手机搜寻品 崩大冲滑 这样就好了 你也可以借这个机会 品封今年已经满20周年 蔡老师这个时候给你最大的一个温暖 跟上蔡老师的一个脚步 蔡老师一次给你一升二十的一个什么 一个最棒的一个什么 一个机会 好不好 一升二十 所以希望你跨出成功的第一步 电话拨通战胜恐惧 接下来 枪在手 钱在你的手 要买什么股票 股票涨高了 什么时候要卖 都跟着蔡丰盛老师的一个讯息走 好不好 蔡老师就希望 让股民朋友 再度的一个微笑 希望能够帮上你的忙 我们把节目时间 先交还给 曾伟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议 广回来 继续请教 方盛老师 欢迎回到 8月5号那一天叫做黑色星期一 那8月2号是黑色星期五 这两天加起来 台湾股市跌了快3000点 那8月5号那一天 跌了1807点 这是目前市场上大家最害怕的 万一川普真的针对台积电 真的针对台股 那怎么办 如果是这样 台湾股市不会跌那么少 怎么办 这总统讲办法吧 这金管会主委讲办法 这应该不是你我的责任 各位是不是 但是那个时候8月5号 台湾股市单日跌了1807点 蔡老师有在恐慌吗 蔡老师有跟你讲说 保护修修会卖这台股吗 因为股災来了 有吗 很多技术面的公来 为什么全部都破线 所以我一直跟你讲 技术面都是落后解盘 不会有第二个解释 我那时候跟你讲 台湾股市跌幅创记录非常好 不仅跌点跟跌幅都创历史记录 跌了1807点 重要的是什么 重要的是我最关心的一个讯号 台积电跌定盘 这里是买点 你听了一定一个头两个大 事后证明蔡老师才是专业中的专业 我说这是V型反转的条件跟机会 因为股市什么时候是低点 台积电跌停是低点 台积电跌停是低点 台积电跌停的时候公司派油讲什么话吗 都没有 主管机关油讲什么话吗 都没有 只有蔡老师跟你讲那是低点 各位有没有 所以你看看包括之后 2万1为什么这边要起涨 因为2万1正好是5月20号 你会记得吗 除了量价缩到2千亿以下之外 520正好是21271 面子理直之争 其他就不多说了 对不对 这是见证历史的机会 包括后面也一样 你来看看10月18号报纸都报这 卫泽家背书 这报纸下来这不是我说的吗 未来5年好到报 对不对 台积电双创历史新高 对吧 台积电二度上修财测 保证未来5年健康成长 隔天18号台积电最高1千1百块 你现在终于知道 看报纸的利多去买会套了 那你来看看那什么时候买台积电叠停板的时候 11年才会出现一天送你大特奖 就是台积电 起码我把我的一个什么 一个角色责任 我都跟你讲得非常清楚 就是买台积电 是不是 台积电就是最低点 能够讲这种话的人 才是真正专家中的专家 连公司派也不相信 公司派只会去跟你讲追高 好谁不会讲 杀下来跌停板 那是自家公司的什么一个好买点 是不是 拭目以待 你今天11月多少 13号 你自己看 所以蔡老师这样跟你讲的东西 各位我也告诉你 今年一整年台积电都龙抬头 所以好好地把握 11 12月份台积电的好买点 要跌到多少我不知道 我也不希望它跌 我也希望台积电一直涨 但是那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各位台积电追加支出 旺系带头标 低档概念股叉叉也是蠢动 你要好好把握 好不好 所以包括像振华电 工业电脑 这礼拜一 创历史新高229 昨天24 8.5也续创历史新高 今天盘这么烂 他再创历史新高249 郑华电 当初186跟你讲的 是不是 有没有 郑华电 你再来看看 智邦今天也大涨 也几乎要拉到涨停 最高 我不晓得是不是617 对不对 但是就是历史新高 蔡老师那时候跟你讲的时候 智邦跌9块539 智邦 有没有看到 网通族群 你再来看看神达 神达其实今年年初一波 年后一波 也就是说 这个第四季再一波 现在拉到66.5 蔡老师之前跟你讲的时候 43块 直接冲到50块以上 这一波又给你 冲到了一个66.5 我问各位 你要有这样的一个研究的一个功力 各位3706的一个什么 一个神达 各位有没有 是不是 对吧 所以包括像2231的一个维生 各位 今天小跌一块 刚刚也一度平盘 为什么 为什么那么的抗跌 各位 不为什么 因为它是营收新高66家 其中一家 是不是 所以投资人的多宝格 趁这个震荡当中 赶快收集一下 你没办法收集 蔡老师来给你 平封20周年庆 感谢各位的一个什么 感恩支持 蔡老师释出最大的温暖 也感谢你的来电 因为你做对了 一升二十的好机会 错过 你会很后悔 所以战胜恐惧的第一步 就是赶快把电话拨通 接下来枪在手 钱在你的手 要买 要卖什么股票 蔡老师都会指导给你 好不好 所以让股民朋友 再度的微笑 希望你也能够 再度的微笑 我们把节目时间 交还给 曾伟 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 提醒观众朋友 本公司在所推荐 分析的各表加证券 没有不当的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的资料 仅供探考 都在一个独立判断 显身评估 并且施资不投资风险 祝您操作顺利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